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拿去用 我们可以把它存起来 以后遇到什么重大的危机就不用再去找人借钱 或者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是不是属于那种薪水很高但是并不快乐的那种工作 当我们有一定继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工作想要的生活呢 因为需求变少了要用的钱也没有那么多了 我们就可以去勇敢的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的话我一般存钱去旅行或者是理财给自己存一点养老金 其实旅行的费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大部分人都会说等我退休了之后我就去周游世界 其实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去周游世界 可能第一个原因是钱是赚不完的 你永远都没有时间去旅行 第二个原因是当你赚了足够多的钱 你也上了年纪没有力气去旅行了 其实我一直很崇尚的一种说法就是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那么就马上去做 因为如果你现在不做你以后就不会再做了 当然不是说让你很没有责任心的放下工作去追求自我 这个也可以指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比如说你今天想买一束花那么你就去买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 有时候我们犹豫要不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时间就过了 结果这个事情我们再也没有做过 虽然说我没有去过太多地方 但是我非常的喜欢旅行 因为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不一样的故事 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还同时可以增长一些见识 其实生活真的不一定是有钱才快乐 我以前觉得好像要有钱才会变得快乐 因为快乐的基础是物质 而物质需要金钱来支撑 后来我看到泰国岛上的那些渔民 他们应该是不富裕的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快乐 我很羡慕他们 因为那是一种难得的自由 断舍离后省下来的钱 我们可以拿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 比如去旅行 去孝敬父母 去开一个小店 去做一份事业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把钱存起来当养老金 我以前是一点都没有存钱的习惯 我不止有多少用多少 我还很喜欢在蚂蚁花杯里面分析 后来我带的款已经超出我能力范围以外了 我才意识到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多么的糟糕 你要问我贷款买的那些东西有没有用 大部分都是被我丢掉了 慢慢的断舍离之后 我就开始存钱 存自己的养老金 或者是存一些旅行用的钱 关于大家所崇尚的诗和远方 我觉得不一定你要去到远方 才叫追求诗和远方 它更多指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是我们所向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不一定非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去追求我们想要的生活 只要你愿意 你随时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适合远方 你的当下就是适合远方 所以我才一直说 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重要 很多人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一部分是因为社会压力 家庭压力 更大的一部分是不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因为社会压力 家庭压力 你不得已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工作 像蝼蚁一样 这就是现实 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没有那么的难 要学会放弃 生活没有那么困难的 困难的是你在乎别人的想法 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房子没钱买可以不买 车没钱买可以不买 一点都不困难 困难的是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我们如果可以稍微豁达一点 欲望少一点会不会活得更好 会不会更容易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或我们想过的生活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关注我哦 然后再帮我点个赞 然后再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有任何想表达的内容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期待你们的留言 我是吴玉强 Alessia Gatti 拜拜 我们下次见